主厨特餐 主厨特餐 我是庆林 好 在我们之前节目当中呢 曾经跟手机王的总编员张立安 立友聊到说 中国大陆的这个手机市场 他们的一个现况 看到他们现在智慧型手机 不管在中国大陆市场是卖得非常好 甚至也进军到国际上 那么一些品牌呢 现在也挤进了全球的前五大了 好 我们进一步要回头来看看 我们台湾的手机市场 在我们现场连线的是 手机王的总编张立安 哈喽 立友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 立友我先请教你一下 之前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 谈到说中国大陆的手机 你说他们有用了很多 新的科技比较大胆 甚至行销方面 他们预算其实也给非常多 对不对 对 主要因为市场够大 然后当然就在行销资源 甚至说跟很多厂商的合作 那当然跟这些厂商技术合作 你也要去放大 让大家知道说你有用到这些技术 那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 然后去把你自己的品牌的一个 知名度或者是那个等级拉高 我之前看这个大陆一些 他们的电视剧啦 说他们电视里面的这种主人 使用iPhone手机 那现在iPhone手机在大陆还吃香吗 还是说他们也开始比较是民间消费 使用自己的品牌呢 大陆的这些iPhone使用程度 还是非常高 我更觉得是更多是二手机 或者是旧换新的一个状况 不见得是说在一开始 新产品推出 大家就一窝蜂去跟着去买 因为基本上这个品牌 还是有一个就是让大家觉得拿出去 有点好像彰显个人身份的一个用途 所以我自己在观察是用苹果手机的人还是多 可是他是不是绝对都是用最新的手机 就不一定 那再也就是说因为这起来中国的品牌崛起 那有一些产品他有一些差异化 甚至说可能因为在中国市场也比较特殊 这些品牌大家会有说 会觉得说要支持自己品牌的一个状况下 例如说像中美贸易的问题 他可能会去提升华为的销售量 因为大家在这个民主意识下 会觉得说我就要多支持自己的品牌 尤其在这个情况下 华为的销量就会提升 苹果就会变得比较差 多少我觉得在这些状况下都会有影响 这几年也许在那个市场上会有些微妙的变化 其实我想请教利用的就是我们台湾自己的手机市场 没有多久以前就是几年前 HTC手机 那个时候HTC好像是我们台湾之光 那他的这个手机也卖得非常好 股价也很好 可是好像慢慢加 现在看到使用率也变比较少 华硕手机 之前这ASUS的手机 其实还蛮多朋友使用 因为觉得说又有CP值高 评价又好用 但是其实最近这几年 好像华硕的智慧型手机 也是卖得有些辛苦 我们台湾的智慧型手机市场 你看到我们这几年当中一些变化 以前是怎么样 现在又变成什么样的光景 其实如果以智慧型手机来说的话 当然HTC在刚开始的一个阶段 是做非常好的 那因为在智慧型手机初期 其实算是HTC是跟Google合作 第一款的Android的智慧型手机 所以我们台湾的品牌是跑得比较前面 那确实后来在很多国家 包括这样欧美地区 其实也都卖得相当不错 那华硕是一直都有在做手机 那一开始智慧型手机时代 他没有像HTC做的这么好 那后来是因为他跟Intel合作 推出所谓的一个Lanfon 平价机款 他就是要去 有点像小米的一个策略 那高性价比 那在透过这样一个方式下 其实他就让他的一个销售量 提高非常大 因为早期的小米 他是在很多海外地区 在除了中国以外 他是没有进入的 那华硕这样的一个 有比较有竞认力价格的一个产品 他相对在东南亚也相对卖的不错 不过后来随着中国品牌 这么多出海 离开中国市场 然后去进军到各个地方 那当然像华硕这种主打性价比的 一个产品就一定是 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是说 不管是HTC或华硕 其实近几年其实在手机 市场也受到因为中国品牌 或者是说苹果三星 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影响情况下 在这几年的我们可以看全球的 这种影响量上面 其实不太会看得到说 台湾的HTC或华硕的一个品牌 在这个榜单上 就是如果光靠台湾的市场的话 市场不足以来让这两个品牌 能够发光发热 他们还必须要卖到海外去 但到海外去的话就是你说的 像大陆的一些手机他们可能也是平价的 也进军到国际上去之后 其实就面临到相当多的一个竞争了 所以你觉得这两个手机品牌 他们接下来应该怎么样来发展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有自己的品牌 不只是台湾要有自己的品牌 其实因为像为什么像HTC或华硕 它还是会继续做手机 当然说它的一个还是有自己的 产品战略的一个考量 那只是说现实市场来说的话 就是台湾因为市场相对比较小 那再来就说像HTC受到 之前受到所谓专利的影响 他进到欧美地区去卖这些手机 也有受到一些波及 没办法很很顺利的去做销售 那华硕他进到东南亚 因为产品的一个竞争力 价格没有相对那么便宜嘛 那当然也受到影响 不过其实 如果以这两个品牌 他还是会做手机 我相信就是说他还是有一个 产品的一个战略考量 因为像HTC他不管是说 现在在做VR 他还是没有 断然的去放弃说他不做手机 只是说 大家一直在传说他可能不做 只是说他还是持续在推 那也就是代表这个手机对他来说 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 那华硕接下来就是做所谓的策略转型 去年提出说组织调整 然后策略转型 最主要一个明显就是他强调说 他要去做两个市场 一个叫 专家用户PowerUser 另外一个就是Gaming Phone的部分 就是游戏手机的部分 那当然 我觉得现在 以台湾市场这么巧的情况下 你要卖一个产品 也能够卖得到很大量 那还是不容易 那还有说现在手机品牌这么多 那要怎么卖到全球 大家可能还是要找出差异化 例如说像华硕 他就推出所谓的电竞手机 游戏手机 让在市场上面有一个区隔 比较能够找到自己的利基点 因为你如果是今天只是出一个手机 主打一个评价 或有性价比的 那这些产品 其实在市场上面太多选择了 很难会选到像 华硕或HTC这些品牌 因为光中国的产品的这些 价格已经够便宜 然后品牌也多的情况下 其实如果产品特色没办法去凸显出来的话 那这个产品还是很难去做到销售 所以就要找到自己在这个市场当中的一个利基 像华硕的代言人之前是孔流 现在今年的代言人就是宝可梦阿伯 对这个就是行销在地化 就是说当然孔流你可能考量是因为整个东南亚的一个销售 但我觉得在每个地方其实 下一个产品很难去说你要覆盖到的全球市场 可能台湾品牌他就是挑几个品牌 例如说台湾品牌在台湾应该相对会卖的比较不错 所以台湾的一个行销你可以做到在地化 或者是台湾的一个这个是一个市场 其实好经营还是很有机会 但是离开台湾市场之后 其实我们要不要还要做中国市场 虽然那边市场很大 可是产品的竞争力跟优势在哪里 如果没有一个很大差异化进到那个市场 其实很快 其实那个我们的资源是不空 银带很快就烧完了 所以是不是要走中国市场 也许不见得 也许可能要去走是像东南亚 可是现在东南亚也很多中国品牌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中国品牌 他就往欧洲走 以欧洲来说是手机市场来说 相对还是比较封闭 然后价格还是比较高 因为税金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市场里面 其实除了华为之外 只有零星几个品牌 像华为或三星或苹果 那我们很少听到除了华为之外 有什么中国品牌做的不错的 目前还不多 也就是说 在这个市场 可能听起来也是相对比较有机会 不过进入的成本跟门槛 也相对比较高 所以台湾市场规模之后的小情况下 还有如果品牌的一个 力道知名度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下 可能要去挑选一个 相对比较有利益的市场 那这样去做会比较机会 不然的话如果说推出一个产品 想要在全球各个地方卖得很好 或销售的话 其实那个成本都太高 以现在来说 这个时间点或这个状态 其实对任何的台湾品牌来说 都还是比较辛苦一点 我看到Leo你在文章当中提到说 今年会是台湾近年最多品牌 进入或重返市场的一年 在手机方面 这代表什么意思啊 今年有什么新的手机品牌 有些问世了吗 对其实蛮有趣的就是说 因为台湾的产品也很多 台湾是算比较成熟市场 那这几年其实品牌进来 新的品牌进来 后来发现做不好又离开 那还有我们可以看到 有些传统品牌 他因为公司的一个状况调整 组织意中调整 他也离开台湾市场 这几年其实 尤其是在今年 可以看到比较多新的品牌 比较有趣是说 因为这些新品牌很多都是说 例如说像小米他下面的红米系列 他独立成他自己的品牌 那包括像OPPO 他有一个realme 他在印度主打 一个平价入门的机种 他也要来到台湾市场 那甚至华为其实在中国 或其他市场 他有一个品牌叫農苗 他是主打线上销售的 这个支品牌 他也一直传出说要进来台湾 那甚至说像小米 也有投资一个游戏手机 配上要进来台湾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说这些其实品牌 都是一些既有的品牌 他为了产品有差异化 区隔市场 他推出的一个新品牌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些新品牌 进来其实他不完全是很新的 他是过去 他可能 他的一个母公司或相关公司 其实做这个行业就已经很熟悉了 那为什么会来到台湾 主要还是就是说有些是中国品牌吗 那距离台湾距离中国是相对比较近 那不管是语言无话是相对比较接近 再来台湾也相对比较成熟 也就是说 过去其实有一些 大陆品牌来到台湾 其实 他们都会想一个共同的一个状况 就是说 台湾是相对竞争 也比较成熟市场 也就是说如果台湾这个市场 他没办法做得好的话 其实 他要去想说他要去做欧洲或哪边市场 其实都有一定的难度 所以这个是台湾的一个市场的特殊性 因为品牌多 所以你如果像华为在台湾做得不错的话 那就代表说 他可能在其他市场 他也是有机会做得很好 或像OPPO这样这些品牌 因为在台湾的这些品牌 基本上我们很难听到说 哪一个小品牌 然后结果卖得非常非常好 这样 是就我们台湾市场 是他们试水温的一个地方就是了 对就是变成台湾变成一个 很重要试水温的地方 然后因为 进到台湾市场 马上要面对是这些三星 苹果这些国际品牌的一个竞争 而不单单只是说可能 中国的品牌 或者是一些台湾品牌的竞争而已 是更多是一个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台湾已经有够多的品牌 不管是中国或者是台湾 本地的或者是 全球的这些国际新品牌 都在这边做首期的销售 甚至说台湾的 也有很多这种电信业者 所以不管是这个电信业者市场 或者是开放通路 甚至说线上 其实对这些新品牌来说 都是一个很好试炼的一个场域 好 那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台湾今年的手机市场 会非常的蓬勃 我们自己的台湾品牌 也面临到更多的考验了 立安常在这两岸当中 观察一些手机市场的一个情况 今天也帮我们就 台湾的手机市场 还有现在大陆 可能有些新的品牌 来到台湾 帮我们做了一些说明 今天节目内容 待会会上传到 中广新网的YouTube频道上面 朋友您还可以回来随选 收听跟分享 今天非常谢谢 手机网总编张立安 立友接受访问 立友谢谢你 谢谢 再见 再见 再见